歸人老師 你們是想造反嗎 對 你們是想造反嗎 對 你們是想搞革命嗎 對 你們是想武警民嗎 對 嘿 嘿 你們要革命嗎 對 我們要革命革命 你們要革命革命 跟我一起喊 革命無罪 革命無罪 造反有力 革命無罪 造反有力 好 現在我醒過來了 不好意思 革命無罪 昨天晚上一晚沒有睡覺 在準備 今天去 宜蘭山上 寧家墓園 的一個追思會的一個分享演講 革命無罪 然後今天一整天都在山上 剛剛才趕下來 這些滿腳都是山上的汙泥 很疲倦 心情很複雜 心情很複雜 很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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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心情很獨 還未34年 34年 一個老太太 兩個幼稚園的小女孩 被殺了 在24小時的獨裁政權監事 自己在這裡被殺 他說34年 沒人 你騙人的不難 67年 殺了一兩萬人 你說不知道什麼是元兇 沒有 加被害人 你付了多少錢 人民的稅金 去為你的罪惡插屁股 然後你說找不到加害人 一個都沒有被起訴 2加228結束了嗎 我們還活在228 它是一個持續的現在進行事 所以我心情很獨立 所以很抱歉 各位你要詠解 今天 這種心情 我在這三天 我看到林老太太 跟她兩個小生 我看到林美鳳 跟她美麗的家庭 我看到你幻君 五個美麗可愛的女兒 各位你知道那種暴力跟美麗之間 都尖銳的痛苦嗎 有對比嗎 大家知道1916年 艾爾蘭 發生了一個獨立革命 叫做 復活節的暴動 後來被 英國軍隊給她血腥鎮壓 鎮壓之後 全世界最知名的艾爾蘭詩人葉茨 寫了一首詩 叫做 Eastern 1916 他說 從此以後 一切都改變了 一個恐怖的美已經誕生了 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 哪一角 看一看這裡 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 這麼多年輕的美麗的臉孔 他們背後帶也是一個恐怖的正義 你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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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請諒解我現在 我就腦袋一片混亂跟空白 我的情緒一片混亂跟空白 你要我如何去包容 同時包容仇恨憤怒 對正義的渴求 以及 一種非常寬容的 和解共生的心情 給你想望 兩種我都要怎麼辦 兩種我都要怎麼辦 各位你教我要怎麼辦 所以你要原諒我 今天 和解共生 音樂會 各位 我不要 我不想講共生 我沒有幾段 我很累耶 但我講一些比較Rock and Roll的話好不好 我講三個主題 三個主題 一個叫行動主題 行動的主題 第二個叫青年 最後叫自由 三個主題相互 環相扣都有關係 好 第一的主題 三個都行動主題 大家在講的就是一半 在精逼簡單 在小孩子 我們是受害者 我們是弱者 我們在黑暗當中 黑暗的角落裡面在污葉 在哭泣 這是事實 沒有錯 但這是一半的事實 在這個過程當中 台灣人不是只是被害者 不是只是消極的課題 被摧毀 或者被憐憫 台灣人是一個積極的主體 他們面對外來政權的時候 他們面對暴力的時候 他們起來抵抗 起來反抗 他們採取行動反抗 各位 台灣人 跌勾到採勾 去來反對 搶槍大炮 很多人都忘了這一點 228不是只是悲情 228很重要的意義是追求自由的行動主題的故事 所以你要講出共生音樂節 各位 主體才有資格講共生喔 奴隸沒有資格講共生喔 你必須是主體 你必須確認 你是一個行動主體 你必須確認 在67年的那場悲劇當中 他不只是悲劇 不同是一場道德的悲劇 因為我們是抵抗者 我們只不過是失敗而已 So what 上一代的人被膽 全部被屠殺了 新一代出生了不是嗎 野草 野火燒不進春風春又生 我們又出生了 新的一代又出生了 一代一代出生了 所以我們必須確認這件事情 我們是行動主體 我們要追求自由 是用我們的行動去追求 我最喜歡的228的幾個故事裡面 有一個故事 我不厭其想的 反覆的一再去重新復數 我願意在這個地方 再跟各位再重新分享一遍 二十年前我在嘉義 在阿里山上 高醫生先生的墓園 我碰到一位白髮的老者 他跟我了解 他以前在228的時候的事情 我才知道 他就是前陳大教授吳敬年 他們一些朋友馬上聽到說 當時的民軍在嘉義水上機場 正在鼻孔面上腳械 他們當時馬上組成了學生軍 各位才大一喔 十八歲喔 然後呢 他說他當時水手 在他懷裡面放棄了一本書 我猜人說那什麼書 你被呼吸得到什麼書 他說 我帶了一本 費希特的 是德意志人民書 我聽了之後 那個感動的心情 各位我是 西洋稱之思想史的 什麼叫 是德意志民族書 那個是費希特在 拿破崙大軍押近耶拿的時候 德國大學家費希特在耶拿大學裡面 面對外面的大軍 大軍押近 拿破崙要用武力去推銷他的法國大革命 大軍押近以下 費希特對他的學生唯唯道來 講了十幾講 關於德國人的精神 關於德意志的精神 關於認同 關於自由 各位 我在阿里山上 在另外一個白色恐怖的受害人 的墓園裡面 聽到了當年的年輕人 告訴我 他如何帶著一卷 製憶本的 費希特的告德意志青年書 國民書 放在他的懷裡面 他準備要去護繫 於是他們就到水上機場 去參加攻防戰 那就是行動 背後是思想跟理念 我要跟各位講說 二二八我們聽了太多悲傷的故事 太多憤怒的故事 太多憤怒的故事 讓我們把那個故事真實放在一邊 去看一看這樣的故事 強烈的東西 我再跟各位講 另外一個跟行動主題有關的故事 有一個很有名的台灣的文學 叫做吳新榮 他最有名的著作是 他們懷念他的王妻的一篇文字 所以大家都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溫柔的人 他長得非常帥 然後呢 他在他的日記當中 寫到二二八的時候 他因為組織地方的一個自衛隊 而被逮捕 他在他的日記裡面寫下這句詩 他說看到滿監 整個監獄 都是年輕人 他寫了一首詩 他說 二八四面起 三台意氣高 滿監革命歌 流進英雄群 各位你聽過這個故事嗎 說的是罰 就是皮症 就是罰 就是受害 就是委屈 我跟你講 台灣人不是那麼沒有種的 我們跟所有人一樣都是人 我們有追求自由的自然渴望 我們是因為被殺怕了 嚇怕了 那沒有關係 新一代又長出來了 我們在把過去的那個歷史裡面 重新爬出 在灰燼裡面找出鑽石 告訴你這就是灰燼當中的鑽石 那就是台灣人的意志跟勇氣 追求自由的意志跟勇氣 當他需要的時候 他會站起來 跌高跌高 到菜多 他也要追求自己的權力跟自由 所以這是二二八的那個重要的面向 叫行動主體 追求自由 那你說 你在說台灣人 這樣而已 當然不是這樣 來到這塊島嶼的人 都是要追求自由才來的啊 所以為什麼才會有以後的自由中國 雷鎮先生來到台灣克服了 整齊族群的不信任 主動的跟台灣本地的民權運動者 合作起來共同追求自由 這說明什麼 共生 是主體才有辦法進行的 知道吧 只有主體 行動主體 才有資格講共生 只有行動主體 才有資格講和解 只有像雷鎮 講二二八的青年 這樣的行動主體 才有資格講共生跟和解 好 這是共生跟和解 這是行動主體的部分 那第二個就要跟各位講 是青年 二八 各位 我在這邊正式提案 正式提案 向人民大會提案 向在場的人民大會提案 把二八定為台灣的青年姐 是 二二八發生 從北到南 第一時間站出來的 平常他的道德直覺站出來的 沒有任何厲害考量 就站出來的 就是年輕人 在事情當中 為了抵抗和犧牲生命的 也最多的是年輕人 從北到南 你都不要講 台北的台大 十院 你不要講成大 台南工學院 你不要講這些大群 各位 高中生都站出來啊 桃園有桃農 嘉義有家農 家農不是只會打棒球啊 家農是水上部隊的重要幹部啊 台中有台中一中 有中商 高雄有什麼 熊中 熊中 有小時候的公共 全台灣的各地 你看 從高中以上的青年 全部自動站起來 保家衛國 我一直想不 只是半邊名 就是一個青年的運動 為什麼跟他們說 你比講 剛剛聽到各位這樣的呼聲 看到各位的興奮 以想要造反那樣子 你們都知道 好沒有錯 我的世界還沒有錯 二二八是青年節嘛 難道不是嗎 二二八就是青年節嘛 你們各位在慶祝青年節啊 好 最後呢 這個叫supposed的短獎 所以我該結束了 雖然我們 說不定會繼續一直講下去 然後說一個結論 跟自由有關的一個結論 我最親愛 我最喜歡的一個政治思想 就叫盧梭 如果說他在一篇很有名的文章 叫做獻給日內瓦共和國 也就是他的祖國 那篇文章裡面 他寫了一段話說 我們必須去證明說 我們不僅是自由的 而且是無愧於自由的 一九四七年的年輕人 沒有任何武器 手無寸鐵 總而言之 站起來捍壞鄉土 捍壞自己的自由 他們全部失敗了 屠殺的血流成河 但是他們無愧於他們的自由 各位 現在 帝國禁筆 香港淪陷 我昨天收到香港朋友的資料 各位 中共在香港惡搞 亂搞 已經搞出香港民族主義來 有一份香港大學雜誌 叫做Hong Kong Nation 自稱香港民族 接下來就是台灣 各位不要忘了 然後鎮暴部隊 坦克車 就在新界等喔 各位看看 香港民族的勇氣 我們必須要支持他們 但是我們看看我們自己 所以我問一問 各位 這一個世代的台灣青年 今世代台灣青年 帝國來了 帝國禁筆了 黑船來航 你有決心 要站起來捍衛台灣的自由嗎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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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 你值不值得你的自由 值得 你是不是無愧於你的自由 有 你值得你的自由 對 對 你值得你的自由 對 對 你值得你的自由 對 對 台灣青年萬歲 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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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 青年節愉快 青年節愉快 萬歲 energy 好 非常感謝